韩国女团Momoland上月30日以6人阵容在墨西哥举行巡回粉丝见面会 他们在见面会结束后透过官方推特上载现场的大合照 感谢粉丝的支持 虽然见面会在热情欢呼以及尖叫声下顺利的进行 但有粉丝事后就在社交平台抗议 只当日现场听到很多人吹口哨以及大喊带色情成分的性骚扰口号 虽然台上的Momo脸听不懂 却令现场的其他粉丝感到不舒服 更有粉丝指有男粉丝在台下自读 前方的女粉丝被沾到惊艳而感到非常不湿 而该名男粉丝事后已被警方拘捕 消息在网上流传后 不当当天在见面会现场的粉丝感到生气 而其他国家的粉丝也同样代表愤怒 而Momo脸的粉丝在推特上发起 We Spat Momo脸的活动 希望大家关注事件 并防止同类的事件再次发生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